好,今天暖暖一點,不用穿著大衣來和你們聊天 今天是陽光普照 走出來逛逛,拍攝這一個視頻 今天說的是 Cultural Dimension 其中一個 叫做 High Context, Low Context 中文我怎樣翻譯,怎樣想都想不到 我就用了兩個廣東話的比喻 這樣翻譯,就不是最直接的了 畫公仔畫出腸和畫頭聖尾 這兩個的相對 是甚麼呢? Low Context 即是甚麼都要說得清清楚楚 畫公仔畫出腸 High Context 即是你懂得做的了 我不用怎樣跟你很詳細說 總之懂得做,你知是我說甚麼 一會兒我講的時候就會列出這幾個國家 他們在這一個做事的方式 有甚麼是 High Context 例如英文叫做Association 中文我就譯了去做一個叫做關係 Association 甚麼是關係呢? 你以為是 Relationship 但是亦都是重一點 好像中國人做事 很多都要是你有甚麼關係 你是甚麼出來 你姓甚麼? 你家族是甚麼? 你出身是怎樣? 我要先知道你這件事 我才跟你開始聊天 講生意 是否呢? 你想想 所以這件事 建立一個好的關係 是很需要時間的 不是甚麼人都可以信得過 如果 Low Context 的文化是怎樣呢? 就是那些人可以一見如故 可以一來 開頭有甚麼跟你談生意 我想怎樣 我可以provide些甚麼 你可以provide些甚麼 大家可不可以做一個好的交易 你在哪裏出身 我不太注意 總之你的東西是有表現的 我又用得到的 那就沒問題了 家庭環境 你姓甚麼名甚麼 這些就不太重要 信任可以是短暫時後的信任 另外一個就叫做 Interaction 就是怎樣人與人之間的接觸 如果 High Context 的接觸 這樣就一來就看看你 看看你穿甚麼衣服 Non-verbal 的東西 很可能和 Verbal 的更加重要 你年紀有多老 有多老多亂 這個很重要的 Non-verbal 你坐的姿勢是怎樣 你走出來的腰夠不夠挺直 這個外面的環境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說話的時候 很多時候 中國人有一句話 總之不喜歡你說的 你說話 言語輕挑 也叫輕挑 Define 不到 這個是有一個feel 在那裏 你說話如果不適合聽 就很敏感的 你有少許意見不同 你整個人都錯了 你沒有其他事情 有甚麼想法 總之我跟你有少許意見 你說甚麼都錯 這個就是 High context 甚麼都是以人 那個的人 我看你順眼為主 你做錯了甚麼 別人為何生氣 我不知道 如果說錯話 我不知道我錯了去哪裏 因為 Non-verbal 更重要 所以你說話 說就沒錯 總之我不喜歡他的款 這個 真的是很High context Low context 的人 甚麼都要畫公仔 就要畫到出場 所以 有很多解釋 你認為不用太沉氣 他都很沉氣 解釋給你聽 因為 很害怕有少許東西漏了 Low context 的人 就不喜歡有這些錯漏 所以交換意見的時候 這個 Low context 的人 就不怕說 怎樣說錯話 想錯話 有時特意叫人 例如我最記得 有些想法的時候 一個群組過來 大家有一個brainstorming session 不怕說錯 總之 有甚麼 你想到甚麼 有甚麼 就先說出來 說出來才算 你不用怎樣斟酌 慢慢才斟酌 這個 Low context High context 就不可以 甚麼都要想過 讀過 才說出來 所以 跟High context 的人 說有brainstorming session 這個是很難 根本沒有甚麼可能的事 有些事情很重要 一說出來 我怕你會錯 他們就不敢說 另外一件事 就是high context的人 有一個territorial的好注重 所以 中國有一句說話 在territorial 這個中文 直接譯 我不懂得譯 但是 廣東話 或者中文 有一句叫做 大家 大家就是big family 直譯 甚麼是一齊而來的 甚麼都是大家分 你可以看到 吃中餐和吃西餐的分別 就在這裡 如果吃中餐 一碟送你 十幾個人可以不斷分 一人吃一塊 西餐就不是分給你先 這一碟是你的就是你的 你不能飛漲過河 吃了別人那一碟 這個是territorial 因為 在high context 就是大家有甚麼 大家要分給它 low context 就是自己的東西 是很有所謂 這樣演變了 是另一件事 就是時間觀的問題 甚麼是時間觀的問題 在high context的文化裡 時間 是大家一齊在想事 做事 所以 甚麼時候做到 就甚麼時候 時間觀就沒有那麼壞 有條timeline 有critical path 我等你先完成 但low context 時間觀是很緊的 有timeline 有critical path 你甚麼時候一定要搞定 因為 如果你做整渠 這條渠未鋪好 我好不行 我就不可以鋪地板 我 所以 有條critical path 你甚麼時候 一定要做些 否則 我來到 你不要浪費我時間 這個是 high context low context 一個很大的對比 另外一件事 尤其是 high context low context 的文化 就是怎樣學 high context 學習 就好像是 真的跟師傅 不是說 不是說 老師 和學生 這麼簡單 而是師傅 和學徒 如果你想想 我用一個比例 就是 好像 sushi shaft 不是說 做sushi shaft 一年可以做成 不是 要跟很多年 那你要跟師傅 洗東西 清潔 差不多 廁所都要跟師傅 洗 做你一年半載 師傅 才給你 不是拿刀 是給他洗針板 洗刀 又要做 甚麼 就很大的層面 一路學下去 才慢慢可以碰到魚 還不是給你 切魚 還是有排 還要一條骨 掃 這些是很 雕絕 又 跟師 跟得很足 但如果是low context 就不是 它反而 就是 甚麼 有個 description manual 有個operational manual 甚麼都要寫在這裏 很有systematic 很有條理 跟你說 那你就跟著 那個system 跟著 那個procedure 做 就是這樣 這樣 有沒有師徒的關係 有 但不是說 好像 老爸和兒子 這樣的關係 尤其是 no context description manual operating procedure 甚麼都寫出來 畫公仔 就畫出槍 西方 東方 對比是怎樣 有分別 不是說 西方是一樣 東方是一樣 在工作 business 的層面 西方來說 是很low context 例如說 開會 為何日本 雖然他們的technology 是很好 但他們都要見一下人 跟你面對面見一下 現在就沒得說 但是北美 歐洲 很多時候 很多事情 就是email 搞定 或者長途電話 我相信你 我不是說 誰好 誰不好 但是 工作的方法 是不同 high context 的文化 就是 他們要看 你有沒有 這個 所謂 明白 他們工作 他們生活 的一套 他們才跟你慢慢談 但low context 那些 有些甚麼 我就攤牌 說好 那些細節 說出來 使大家明白 但是 high context 文化 就是 甚麼都沒有人情味 也不是 中國 在日本 在韓國 就很注重 甚麼呢 就是relationship 人與人 個人的關係 Mutual understanding 這個 在他們 是很重要 經過這次疫情 每個人都看不到大家 每個人都最多 視像 談談 會不會變 以後 這個就不知道 我今天 就是講到這裡 為何 你的 二 一 一 一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